在这过年期间就朋友一起聚餐 这样有一个朋友他就唱歌 唱歌到飙高音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整个人头晕了 头痛了 到最后就整个人就倒下来了 大家好我是Eko 今天来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 就是高水压所带来的这些急症 那这个高水压当他在急症病发的时候 这样子人就会感觉到头是非常的剧烈的痛的 然后等下视力开始模糊 东西好像开始看不到的 这个心胸这边也会很剧烈的发痛这样子 那通常在发生些情况之下 有时是你跟一大班人在一起 有时可能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那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去解救呢 如果这些症状出现 我们不马上急救 他可能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 所以他会带出来的东西可大可小 可能他会导致到这个精神会突然间恍惚 他也可以变成整个人会抽搐 然后开始呼吸不到 是非常危险的 高水压他是这个脑病 他导致脑水肿 过后变成可能会中风这样子 所以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或者是你旁边有一个人 你们在看这视频过后 你们可以怎样去做 最简单的方法呢 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指压的方法 当然不可能每个人会带针嘛 通常我们食指放血还是怎样 这个也比较难操作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我们在这个十个手指这边我们压他 你用两个这个手指针啊 来架我们的这个每一个这个手指头前面这边 这个指甲的旁边 每一个手指头去架他 你可以出比较大力也不要紧 最重要他的功效就是给他气血通 你一定要把这个气血给他带去我们的这个每一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血管 通过他带给我们的这个细胞 这样子就可以活过来 另外一个可以操作的呢就是揉按我们的这个耳朵 因为耳朵跟肾脏是相表里的 在这个我们的中医理念里面呢 所以你揉你的耳朵通常高血压并发的都是因为这个肾上腺素突然间猛飞 突然间飞起来这样子 那好像我们的耳朵 我们可以揉按我们的耳朵 这太小个我放一个大个的啊 这个我们的耳朵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揉按耳朵压他的这个上面 好像耳间啊 在耳间的地方 一般我们拿来放血 现在我们不拿来放血 我们去压他 你可以压大大力 你压大大力的话他的这个 呃 气血呢就会走上来这里 这里是我们的这个肾上腺素的这个反射取来的 所以你大力压这边的话 那这样你可以调和你整个的这个肾上腺素的分泌 可以给你的心跳变回正常 所以一些这个小方法呢 可以做到很好的这个急救这样子 如果有发生这样事情的朋友呢 在解救过后呢 那就最好就是找这个医生啦 或者是去这个医院啦 去检查你的整个这个身体的 请把这个视频转发给大家 让更多的人可以从此受益